黄国强有些纳闷 他心想 自己自从来到了金山市后 穆国兴就没再见过一次自己 整天都忙着工作 今天是怎么了 突然召见自己 是不是自己的工作 又出现了什么纰漏 穆市长这是要找自己算账啊 可是又一想也不对啊 自从来到金山市后 自己一直都是循规蹈矩 没做错什么事啊 李主任 知道市长找我有什么事吗 黄局长 我和市长隔着十万八千里远 我哪知道有什么事啊 我要是能知道市长找你有什么事 我还能在这啊 你可真逗 黄国强一想也对啊 市长找自己能有什么事 哪会是他这一个小小的办公室 主任知道的呀 这些开会的人 听到了两人的对话内容 一个个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整个金山市 这么多的副处级干部 很少有人被市长亲自打电话找过 几个导导 几个寥寥无几受过这种待遇的人 不久就得到了重用 久而久之啊 金山市官场就有了一个新说法了 哪个人要是被市长亲自打电话找过了 那这个人是快要走运了 黄国强对绿化队的队长交代了一番 就急匆匆的向市长办公室走去 黄国强一边跑着 心里一边琢磨着 穆国卿让自己去他的办公室 到底是什么意思 来到了市政府的大楼 按了按电梯上的上行按钮 就看到电梯上方的指示灯 依然停在七楼不动 黄国强着急了 他索性从旁边的楼梯口 向楼上跑去 虽然他年轻身体好 当他跑到市长办公室门前的时候 也累得气喘吁吁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 擦了擦脸上的汗 平稳了一下呼吸 黄国强敲门走进了市长办公室 请进 一个浑厚的南中音从里面传出来 黄国强小心翼翼地推开门 看到穆国卿正在那拿着笔 签署文件呢 国强来了 快请坐 穆国强离开了座位 走过来热情地握住黄国强的手 把他让到沙发坐下 又随手抓起了茶桶 要给黄国强泡茶 黄国强哪敢让穆国强给他泡茶呀 即便在京城 他也没有敢拖大到这个地步啊 更何况现在在市长办公室 哎市长我来我来 怎么能劳您大驾给我泡茶呢 黄国强给自己泡了一杯茶 又走到办公桌旁 把穆国强的茶杯端了过来 看了看里面的水不多了 又重新给他加满了 双手捧着送到穆国强面前 穆国强满意地看着黄国强的这些动作 感到他做的这一切都非常的自然 毫无做作的成分 市长 我听我们办公室主任讲 您打电话给我 说到这儿 黄国强突然想起了什么事的问道 哎 您的秘书呢 林秘书的母亲病了 请假回家探望他母亲了 大管家想临时给我找个人过来 我也没同意 所以这些事情只能亲自动手了 现在啊 用秘书用惯了 没有了他还真觉得不习惯 这也是惯出来的毛病 本来 秘书和领导就是一个工作关系 现在却演变成了 连领导的生活都要操心的角色了 这也是官场上的现实啊 我也不能免俗啊 打电话急匆匆把自己叫来 一看到自己就发了这么一痛感慨 黄国强心里更糊涂了 这个牧师长找自己究竟是什么事啊 不会是闲着没事找自己捞磕的吧 郭强啊 你看你来到金山市几个月了 咱们呢 一直没时间在一起聊一聊 这也是我对你关心不够啊 明天就是周日了 我推掉了好几个人汇报工作的请求 抽出时间来 咱们聊一聊 你呢 也不要拘束 有什么说什么 什么工作呀 生活呀 想到什么聊什么 就咱们两个人 说错了也没关系 啊 虽然牧国卿这么说 但黄国强却不敢这么做 一来 他是金山市的市长 自己是他的部下 二来呢 他又是自己喜欢的女孩子的哥哥 冲着这两条黄国强 也不敢像以前在京城那样 口无遮拦的 胡说八道啊 黄国强自从来到金山市 每个星期都固定给牧童打一个电话 向他讲一下自己在这里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刚开始的时候 牧童在电话里 都是冷冰冰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自己的坚持不懈 这一段时间 牧童的语气比先前热情多了 上一个星期啊 牧童还把他的手机号码告诉了黄国强 这就让黄国强心里更加充满了希望 牧国星听着黄国强条理清晰的侃侃而谈 心里暗暗替牧童高兴 这个黄国强在汇报工作当中既没有夸大事实 也没有故意的贬低自己 他所说的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真诚 特别是从他的坐姿上 木国星更发现黄国强与在京城相比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看来爱情的力量还真是伟大呀 听到黄国强汇报已经告一个段落 木国星向黄国强做了一个示意他喝茶的手势 自己端起茶杯喝了两口 笑眯眯的说道 怎么我听下面有人戏称你当了绿化总队的总队长了 黄国强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这也没什么 工作嘛 总得有人去做 再说了 咱们金山市是一个缺水少雨的地方 花草树木的成活率都很低 我这几天呢正通过互联网 寻找一些在干旱地区如何提高花草树木成活率的办法 现在正在进行了实验 如果成功了 也可以在全市的范围内推广 让我们金山市变成一座充满生机的绿色城市啊 嗯 好啊 不错 有思想也有创意 看来你这个人也不是没有能耐吗 以前就是没人给你搭建一个平台 发挥你的作用 不过呢 既然你来到金山市 现在好歹也是一个副处级的干部了 让你去管一个绿化队的总队长 这不是浪费国家的人力资源吗 我们市政府需要的是一个 能把机关事务管理局管理好的领导干部 而不是一个绿化方面的专家呀 黄国强这个时候 有点明白沐国星找他什么意思了 他笑了笑没说话 静静地坐在那儿 看着沐国星 沐国星看到黄国强这副沉稳的样子 对他的好感又加深了几分 国强啊 林大利这个人 你感觉怎么样啊 黄国强略微沉眼了一下 自真俱拙地说道 呃 市长 林大利这个人总的来看 还是很有工作能力的 工作作风呢 也比较扎实 对于上级的指示和布置的任务 也能雷厉风行地去执行 好 那叫你这么说 这个人还是蛮不错的嘛 难道他就没什么缺点 或者说不足的地方吗 这也不符合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吧 任何一个人 不管他有多么出色 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 无非就是这些缺点 可以分为一般性的 或者说是致命性的嘛 呃 市长 你也知道我的过去 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 就是不喜欢在人的背后 说别人坏话 您是市长 又是我领导 既然你既然说了 我如实地向领导汇报工作 这样不属于打小报告 或者说背后说人坏话的范畴吧 黄国强 看到穆国新 向他肯定地点了点头 继续说 您刚才说 人的缺点可以分为一般性和致命性的 呃 我个人认为 林大力身上的缺点 属于后者 哦 黄国强说到这儿 仔细地看了看穆国新 见他脸色依然平静 根本就看不出什么表情来 穆国新看到黄国强停止了说话 语气平稳地对黄国强鼓励道 说下去 林大力的缺点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呃 一个是私心太重 第二个是色心太盛 我说他这两个缺点都是有根据的 我刚到机关事务管理局 林大力就想拉拢我 让我分管了一段时间的物资采购 结果让我发现里面的一些猫腻 就毫不客气地给他顶了回去 他没有办法来拉拢我 就让那些供应商们请我吃饭 给我送红包 想拉我也下水 可他没有想到 我黄国强哪里是这种人 这些红包都被我拒绝了 饭也没去过吃一次 这就更让他大为恼火 后来这个工作就不让我管了 正是因为我分管了这一段时间的物资采购 我才发现这里面的漏洞很大 所以我就在网上查到了一些 其他城市先进的管理办法 结合了我们金山市的实际情况 搞出了一份物资采购管理规定 在局长办公会上 我拿出来讨论 结果被他批了一顿 说我是标新立异 想出风头 我也想和他距离力争啊 搞得他在局长办公会上很狼狈 所以在上一次的局长办公会上 他又一次调整了我的工作 就这样 我就当了绿化队的总队长了 至于我说的色心太盛吧 这个人确实不太像话了 局里几个科室 除了老同志之外 大多都是他鼓到了一些花瓶 这些花瓶也可以说是毫无用处 整天为这个林大利在争风吃醋 经常上班期间呢就吵起来 一开始 我以为他们之间的矛盾 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 还给他们做了几次调节 可时间长了才知道 原来是什么乌七八糟的事情 我就懒得管他们了 黄国强说完之后 见穆国兴没有表态 端起自己的杯子 喝开了茶 国强啊 一个人能做到洁身自好 干好本职工作 这个出发点是对的 但是你想过没有 这个机关事务管理局 也是市政府领导下的一个职能部门 他的工作也非常的重要 如果工作出了问题 严重的时候也能够影响到市政府整个工作的 我们不能认为自己做得好就够了 还要让整个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工作都做好 这才是主要的 这就需要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同一切错误的人和事进行斗争 在斗争中才能取得发展 才能得到进步 一味的迁就 忍让 会更加助长对方的嚣张气焰 这样做工作是不行的 我送给你四个字 团结 斗争 明白吗 黄国强一边听穆国兴讲话 一边联系着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实际情况 心里暗暗地佩服穆国兴的心机 他感到 目前机关事务管理局和他自己所作所为 何尝不是穆国兴说的那样 林大力正是由于没人敢和他斗争 他才在机关事务管理局一手遮天 搞得是乌样张气 自己也正是为了求得团结 一味采取忍让的态度 这才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 市长 您的指示很明确 我们机关事务管理局 目前的情况确实如您讲的那样 只追求表面上的团结 不对一些错误的人和事进行斗争 是远远不够的 今后我将注意这方面 积极地开展工作 用好团结和斗争这两个有力的武器 在斗争中求的发展 发展中求的进步 这就对了嘛 我相信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在官场上 如果不能用好团结和斗争这两个武器 你想进步是根本不可能的 你今天能悟到这一点还是蛮不错的 如果你能早一天到下面来锻炼 凭借着你的聪明劲 我可以断定 你的成就不会比我差多少 当然了 你也要记住 你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 还是要依靠组织 必要的时候 市里也会对你的工作给予支持的 甚至会采取某些必要的组织手段 感谢观看